周日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在耶路撒冷接待了埃及情报局局长阿巴斯卡麦勒 同时派遣以色列外交部长前往开罗加强合作 以巩固一周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组织达成的停火协议 由于埃及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关系 在疑巴冲突中埃及一直充当双方的调节人角色 这次埃及促成双方5月21号达成停火协议 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埃及还在与美国和其他地区伙伴合作 以促成双方之间更长久的停火 尼坦雅胡与卡麦勒的会谈聚焦在商讨遏制哈马斯组织上 而以色列外长阿旭肯纳吉这次访问开罗 是13年来以色列首次有外长到访埃及 他将与埃及外长讨论 与哈马斯永久停火事宜 并讨论如何重建加萨 新唐记者李清以陈海月综合报道